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1月16日,星期六 明天就會有10場賽事,沙田舉行 今次看陪伴之後就有些新想法 又是一些原本我以為沒那麼好分的馬 覺得挺划算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專傳一下 第一樣就是昨晚我改了名叫贏跑賽馬台 的足動順利們 今早那場巴甲,順利中了和球 其實我在這個節目中還有兩場巴甲推介 就是今早的球 林林勝華茲高 上盤,另外那場是傅明尼斯 如果大家冷一點的話可以買1比0主勝 或者養強豬阿和,減一和 詳情原因大家可以按連結 我會放在下面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 當然大家如果喜歡我這個頻道 逢這個賽馬日之後 聽到我的分析和排位日 或者陪伴日 聽到我的提示,可以按下面紅色的按鈕 訂閱了它 多謝大家的支持,昨天直播的時候 也有不少這裏頻道的觀眾 過了那裏收睇 多謝大家的支持 另外,那先進正題了 這次選了呢 就見到剛剛上期的中 林高高,呂健威加 鋒明輝的組合,今期又有了 就是標之外的第八場 我真的想不到這隻馬現在有9倍 剛才開票的人有20倍 慢慢的票就下來了 但現在的獨贏率 其實是雷珠亞 獨贏率只有10萬都不夠 所以其實很少錢 但他現在有9倍 我相信那個格局大概定了 他也是第四、五年本 但又是那句 買得女劍位的馬,你要預算他集錢 所以我飛得很厲害 為什麼標之外看好呢 首先這場是85至60分的賽事 標之外本身是200馬 他因為這5分的上限調高了 所以他才可以跑 這場一定要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他在二班跑來的就不夠跑 因為他就算我當黃金甲跑不到 他也是要跟... 因為他現在是84分 就算他也要跟風煙四起 或者大道之正 或者私餘自在的馬跑 他真的不夠跑 三班不同說法 今季他已經贏過一次 三班千拜的那場小馬跑 他贏了整五個馬位 那晚我覺得 當然這隻馬最證明了他來的厲害 這場馬最大的證明 就是他中距離沒有問題 但我現在播片想看 我意思是說 這隻馬三班是很惡很惡很惡的原因 就是10月4號 080這場 波見士跑第四 這場馬波見士是離譜的 發揮 這場頭馬是安符的 他在外面蓋贏的 那現在先看了影片 那錶之外呢 就... 13檔起步 忘記了12還是13 總之就是最出尾爾那隻 就是... 第二出那隻 不是尾爾 3號 他起步想跟前的 但他又... 又不是很快 那現在不上不下了 就在中間那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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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倍,還有這場馬的對手其實都蠻可憐的 因為只有他和1號卓越錦彪兩隻是特分馬 但是卓越錦彪初出,你也是猜猜猜 除了他下個星期是正選來的,經典一理賽 4歲的人大賽,但是這部主出真的很奇怪 好像叫做球球其奇一樣 另外,3號馬和BG已經相差12分 這個很少可見的,3號馬中間差12分 換句話說,這場馬是沒有三班頂馬參加的 其實BG雖然他重磅,但是他1-3-0又不是1-3-1 因為他1-3-2,他不是掛頭牌 總之,這場馬的實力的紅溝是很大的分野 問題是你判斷這十多磅的負磅差距 會不會就這樣令到他和後面的馬的距離 就收窄了,即是他不教人跑 我不覺得,因為馬其實不是很兇 有刀雷龍星和天天精彩 那場馬的第三就是平海飛星 那場跟三鞋都在那裡 但是刀雷龍星已經再跑多了一場 始終是7歲,即是已經拼了兩鞋 是不是真的保持得這麼好呢? 另一件事 然後天天精彩這隻馬最大的問題是他重口 他實在一檔其實有點擔心 因為我相信他都會跟標之外賣的 我相信他會盡量跟在邊之外後面 但是呢,因為標之外賣的潘瑩輝騎 我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他是剪掉了二碟的 因為這隻馬上次潘瑩輝騎來的那一場 他出閘都爽了 還有剛剛排了二班草地 潘瑩輝騎是放得出來的 我覺得人馬是相配的 所以這次我有信心潘瑩輝騎能夠買二碟的 加上他最近真的走運 加上他和標系的合作 下個星期四歲賽 他其實是標尖未來的 還有呢 所以天天精彩 若果試不到二碟是很危險的 這隻馬重口的 他看了空 他沒段就衝得不厲害了 然後平海飛升 其實公貴失望了幾次 很多次都有不同的藉口 但是輸就輸了 和這隻馬腳化也不是那麼漂亮 好像應該都見到頂 有雙幻馬 很多不利的因素在這裡 另外衛食格格 一隻1200磅有多的大馬 有八個月復出 我真的要先看看 這些馬鴻魚他衝得很厲害 試探還是試探 他試探是搭得著 但是不代表他真跑的時候 有一個祭魚可以這麼慢步速去爆 因為一對神驅可能會放得很快 尤其是超霸神驅 這馬一放起來 如果他真的全心要快放 可以很快 所以呢 其實沒有其他對手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隻 是直撥的選擇 獨贏來講 另外一場 第九場 我也是選擇了他健威的馬 六號的大紅包 我喜歡他用周俊樂 因為呢 呃 雷劍在今次 今季他又不是亂用的 因為他用人都很有分寸 今季他用過周俊樂 贏過一隻 就是歡欣福星 但是呢 兩個人的合作呢 其實是很少的 因為威哥都不是經常見搭生的 周俊樂呢 只是和他合作五次而已 一貫一貴三次輸 輸的三隻是什麼馬呢 就是戀在李森 心長樂和歡欣福星 通通點 全部都是細馬來的 嗯 心長樂算是很大隻 不過呢 因為那場補出的 又不是太過做得準 那你說 只算暖在李森 和歡欣福星 就本身都是細馬 不過贏的那隻 也是細馬 歡欣福星 同一隻 那第三那隻是什麼呢 雙天自尊 那他原本是放頭馬來的 但是他 因為借他七磅 今期都還有的 那 那 為什麼我會覺得大紅包好呢 因為這隻馬呢 小小隻 1,060磅 所以他發谷草很厲害 那 不過 他 要說那段衝勁的 因為這隻馬是流雪爆那段的馬 他衝 所以他的榜呢 都挺重要的 對他來說 因為是二班的 他上季尾那一場 贏跳出世界 最巨那一場 跳出世界 其實是很厲害的 還有呢 今季 他其實已經有一次 這個路程經驗的了 就是這個154這場 二班的千夕老賽 那麼 當時的頭馬是當家喉王 第二是萬事勒 第三是跳出世界 那 只有萬事勒呢 這場是出現的 那同場還有什麼呢 辣神 夢幻人生 那場都是會在這裡的 不好意思 夢幻人生不是這場 神經病了 記錯了兩場 撈亂了兩場 直到賽 只有這個萬事勒 辣神 還有 好好的高 沒有了 其他都不在這裡的 那 這場可以先看了 那 就因為 當時呢 不好意思 我錯過了起步 因為要看的起步 出閘瓜 四檔大紅包 出閘絕 所以加上 夾一夾 那 這樣呢 他就包完了 一起步已經 讓一讓賽 雖然你說他是留著爆的馬 但是其實 這一馬組段 就不是完全要包艇那種 但是 總之現在呢 他跟上來 因為其實這一馬都有一些前速的 不是真的晚到一定要包艇那種 那 暫時就跟回一個馬嵐中間 8號那隻 黃黃地3那隻 那 現在跟著頭馬 當家猴王 當家猴王的 當家猴王那場 就是要騎的 所以呢 大紅包呢 就是 潘明輝 沒錯 潘明輝 那 現在呢 去到 最二百多位了 前面還是放順了 貼了一條海欄 當家猴王呢 後後後後後 這樣呢 就追回上來 然後 大紅包呢 原本一直跟著當家猴王的 但是去到這裡呢 是有點被他扔掉的 不過呢 其實你看到 潘明輝是沒什麼下過邊的 那 你看多一次 他最後那三百位 他是沒什麼下過邊的 這場 大紅包一路推 潘明輝 只塞著 拿一下薑 但是呢 他是一路跟著當家猴王的 那 一路還是拿了 二百位的 現在 拔邊出來打幾下 然後又拿過了 那 過終點了 沒打過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場馬的大紅包呢 其實又沒用盡了 那你說 呃 他 他 跟他不太配合也好 或者 啊 米河濟搖騎也好 怎樣也好 總之呢 我覺得這場馬 不是他的箭頭所在 呃 然後呢 這次又不同說法了 這次這場馬呢 收拾了五個幾星期 那因為呢 那你也沒辦法 二班短途賽程不多 那 那 但是呢 這次 原本是何濟如操的 那 就 不過 現在是停賽了 沒有辦法了 所以借了周俊樂來呢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因為周俊樂騎那些三元名牢 啊 幸福佬啊 都是大後尚 贏過 入位 那樣 就是 就是我不擔心他騎後尚馬 還有這隻馬不難騎的 呃 有個四當 不要緊要 因為他都是留住的了 那 那確保他在中當亡控 而且最緊要 這場馬的步速一定是超快的 1號好利高 2號經典智勝 兩隻都是脫疆野馬來的 來的 留不住的這些馬 那加上呢 還有萬事勒 那萬事勒 那萬事勒是 相對那兩隻來說 一定很多的了 1、2號是真的傻的 對 因為他兩隻照牌內當 那他們沒有難 在中間走 分分鐘是越走越快 然後還有11號淡市 真的不要留他 這隻都是傻的 那 那 有幾隻這麼快的馬在前面 我相信 這場馬 因為福日 對 這隻馬 上場呢 我賽後那條片呢 右上角大家可以按下去 我覺得是吳尹sir的 他打十幾邊 雖然有些評論 就覺得 他是教馬 潘頓那十幾邊 不要 等隻馬 不要外閃埃蘭 但是 我橫體點看 他是真打的 那十幾邊 就是 一來 潘頓要確保 他爺馬的老邪 爺馬的距離夠遠 因為他現在只是88分而已 因為他加9分 才是88分 那 因為當時福日 79分 因為如果贏馬他加 只有那7分 左右 有機會騎不到 潘頓 你不要看他一一一二五 因為這場馬 掛頭牌是95分 如果這場馬掛頭牌 那隻馬 是100分的話 其實 他已經是120磅 對潘頓來說 是剛剛騎到的 那 所以呢 我覺得 那場馬 可能有部分原因是教馬 更大的原因是 潘頓那隻馬 不夠多 所以他真的要大力勾多幾邊 確保彈得了 來贏 所以呢 我 對於福日 今場馬的機會 我自己會搏一搏 他輸的 如果他贏都沒辦法 你初跑二班 雙幻馬第二招 即是我很有戒心 還要高白身 那始終 這隻馬這麼厲害也好 始終高白身就高白身 都是怕一怕 所以呢 我寧願搏回 演出很 水準很穩定 甚至經常有些 永遠通了 呂建威 馬房的馬 嗯 黃包呢 我覺得這場是黃金機會來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可能大家 如果 喜歡看過形勢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 這場人好像有點怪怪的 其實呢 因為很多跑二班一千的話 這場沒有出現 譬如 葵小寶 譬如 這隻 跳出世界 跳出世界 讓了位給美女掌聲來跑 美女掌聲是初跑一千的 然後還有那些 已經升了班的 當家後王 標之智能 那類 總之 有些就拿了三班 有些就升了上去 總之 上季跑開這個路程 那些馬 好像只有一隻曼士尼克 那樣 但是橫看怎麼看呢 曼士尼克 就是我不講過報酬 我當他只有一隻 放 硬是覺得他也是贏不了 那些馬來的 就是贏不了二班的馬來的 所以呢 就要這場這麼多快馬鬥燒 我就寧願拼一隻大紅包 所以呢 這個第八號 孖寶 看看吃不吃得出 吃到一飯都不錯 因為大紅包暫時 其實就是我原本也是以為他不會這麼冷的 就是 差不多十倍的 因為 我打算他是頭了幾隻 因為 福日 其實在飛之後呢 我猜不到這隻經典之星都比一隻大紅包熱 那 暫時是這樣 那儘管看看吃不吃得出 還有這場馬其實可以拖下後上馬的 嗯 可得過的 那事先聲明 戴上我的頭盔 輸就輸了 你分析可能福日很強的 但是一夜 上次原來是熱身,現在熱身更厲害,沒得說了,我看錯了 總之大紅包我覺得是穩偉望贏之選來的 可以拖腳,可以拖一下後上馬,譬如看不透那些 其實永濃歡欣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不會跑直路賽,因為他沒跑過 我會選這些,還有... 穩偉時代我原本不夠冷的,因為他試襲都跑得不好,因為要轉彎 因為這隻轉彎很糟糕,但你直路賽不用轉彎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他這個比率就有博彩的價值 反而你是掌聲,我也是覺得五次贏到的嘛 雖然他縮情,但他本身是靠軍速,你縮下來 如果他頭段要勉強強力騎來跟著那幾隻快馬 要跟貼他們,那莫尼拉的作風是這樣的嘛 未必他反而可能會影響他抹斷的衝刺 好吧,那儘管看看這個第八口孖寶 希望大家明天多贏 如果大家想聽多些球賽的話,就看看下方 那條連結在下面留言 想多點見到我的出現 多謝大家的支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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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